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也赞美祢 透过祢在华人当中 所行起很奇妙很特别的一个计划跟安排 主我们就献上感恩 主我们相信在幕后的世代 祢要得着我们 主祢要透过祢自己所拣选的民族 祢自己奇妙的福音的计划 祢要让福音可以遍传 主也让我们华人可以在这个时代 看重我们自己的角色跟位分 让我们在未来的 这个神的一个国度性的 一个神国的一个大忌当中 我们可以真的是不入神所拓 能够成就祢自己的心意 主我们把一下子世间公庆的仰望 交托等候 求祢与我们丰富的同在 这样子的祈求祷告 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关于中国 就是中华民主的这个大复兴 那当时呢 这个在第一次的大复兴是加拿大的宣教士 顾约拿丹 那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的宣教士 当然每一个人都功不可没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 都有他的作为 即便即便最不属灵的宣教士 我相信呢 他也提供了很多的资源 教材或者是让人有一个机会接触到福音 那所以 我想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比较的 但是呢 当然我们能够被主所用 能够忠心 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 更是我们很深的一个期待 但是福事神不需要去比较大小多广 那我们只要有见贤施奇的心 能够更多的在神面前 忠心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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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尽力的话 那我想就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跟提醒 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宋上节所带来的 中国第二波的这个大复兴 那中国在这个宋上节呢 他去世之后过了不久 他44岁就去世了 那他去世了之后呢 再过不久就是 这个1949年 那整个中国变成进入到共产国家 那共产国家之后呢 无神论 那我讲到宋上节所讲的那个 那个例子就是说 当这个一颗球猛力的打在地上 它里面如果是饱足的 好像是有生命的 有圣灵的灵气充满的时候 那个逼迫越大 反弹越大 见证越大 神的能力作为越大 是不能够环境不能够把它打倒的 是许多的逼迫不能消灭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五旬节的时候 当耶路撒冷大复兴之后 逼迫来了以后 门徒虽然被压制 然后往四处走 但是随走随传 所到之处又是一个复兴 又是一个复兴 又是一个复兴 所以复兴神就是很奇妙用这种方式 让这个复兴反倒更旺盛 更旺盛 所以好像那个火 你风吹想把它给吹洗 没想到那要看 如果是小小的蜡烛一吹吹洗了 但是如果是一团柴火 你越吹它越旺 越吹越旺 越吹越旺 所以有的时候逼迫反倒 能够激励那个真实的生命 它能够不断的被眺望 眺望眺望眺望 而且随着风吹向四面八方 而且一接触到就点燃起来 一接触到就点火 就再燃烧起来 所以 这个是神的一个安排跟计划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 在 1949年后 中国的教会所面临的冲击 就是在1949年10月1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在击败国民党的军队之后 在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在这个意识形态上面 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 聂林主义 毛泽东思想 来指导大陆人民的思想 在政治工作要以共产党为 领导核心 实行一党制 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 从此以后 中国基督教进入到一个 很严重的考验的时期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在一个这样子的 唯物论 无神论 而且是以共产 共产主要是什么 共产就是 把简单的来说 就是把现在全中国的 不管是有钱人没有钱人的 全部的财产 全部先收归国有 第一个先全部剥夺过来 整合成为收归国有 之后呢 在下一步呢 就 照 国家 或者是领导的分配 公平的来分配 那分配成为 一个 每一个人都一样多 所以呢 分配好了一样 大家心里觉得公平 那公平以后 大家就努力去工作 工作以后 全部把所得捐进来 然后再做这样子的分配 那他们的期待是 大家无私 努力的工作 然后大大的丰收 大大的满足 然后取之不用 用之不绝 然后大家也没有什么特权 所以全部都是公平的话 叫做共产主义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想过 人有罪性 人有私心 那这个并不是说 用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主义 让大家服从 或者一种大公无私的心 然后只要为着爱国的一个 打着一个旗帜 那这样子的话呢 人就会这么乖乖巧巧的 这样子 然后努力的工作 然后全部毫无常识的 全部捐出来 认人公平的分配 那所以共产主义 真的实施起来以后 大锅饭一吃 人民公社一住 然后呢 有的人就会开始心里有计较 他们开始会感觉到说 要穷大家一起穷 要饿一起饿 那为什么我很努力辛苦工作 结果分道的跟大家一样多 那个耗资懒作 或者是能力比我差的 他跟我完全平等 那当然这样子 心里就不平等了嘛 心里就不平衡了 所以搞到最后 算了 我也不做 他也不做 大家都不要做 要饿大家一起饿 要死大家一起死 所以呢 搞到后来就变得非常的穷困 因为人的心里没有那个动力 没有那个动机 说实在的 人不为己还真是天诸地灭 因为人总是需要为自己有点理想 为自己有点累积 为自己能够有点收获 要不然的话 你都是为别人 都是无私 然后就是白白的努力工作 长期下来可以平衡吗 我想不太容易 但是在基督教里面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 他们全部住在一起 然后繁物共有 其实那也是一种共产 但是呢问题是 他是先满足了 先有神的爱 先有神的怜悯 先有神的拯救 有神的生命 那种是满而溢出来的 就好像是大复心的时候 先充满你 让你自己满到 你都吃不下了 你都用不完了 那个时候再流露出去 再分享出去 或者是出于一种 很强烈的负担使命跟爱心 源源不断的 真的 那个从里面流露出来的那个爱 那个是可以说是 好像活水江河一样 那样子的情况之下 人没有计较 人没有失心 而且呢 没有那一种 彼此的阶级斗争 里面又讲仇恨 你想仇恨 同时又要用爱心来 牺牲奉献 这个本来就是很矛盾 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 神的爱临到我们 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爱 但是呢 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就是爱 所以这个样子才是合理的 好 那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学 我们是谈复兴神学 那不过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在整个大复兴里面的动力 跟整个政治上面的共产主义 是冲突的 是冲突的 所以完全的是 一个是为物质的 一个是从神的灵来的 一个是地上的物质 一个是天上的生命 然后呢 一个是地上的分配 强权的分配 一个是从天上圣灵来的感动 然后呢 这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以阶级斗争 先打倒那些大地主 把他们的资本夺过来 我们来分配 另外一个呢 是从神那边得到能力 然后呢 自己完全无私地给出去 用爱的分享 所以这是完全两码事 所以当然在这两种东西 硬是柔和在一起的时候 那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迫了 所以当共产主义 开始统治的时候 所有的宣教士通通出去 教会通通关门了 圣经都没收了 聚会停止了 基督徒受到逼迫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也不能讲道 也不能聚会 也不能传道 那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一年过一年 一年过一年 然后再加上很多的 这个抄家啦 然后很多的运动 所谓的运动 不是运动会的运动 就是搞那种政治运动 群众运动 那每一次来 就是带来很残忍 很大的一个逼迫 清算斗争 上山下海 然后劳改 然后这个 可以说是充满了许多的逼迫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这个教会呢 就转入成为私人的教会 所谓的私人 不是说谁拥有教会 而是说变成私底下的聚会 那简单的讲 叫做家庭教会 那以前我在中国做培训的时候 还有人说家庭教会 好像是地下教会 他们很生气啊 不是地下 不是在地底下 好像地下 好像是反动分子 是非法 其实也是非法 但是讲家庭教会 可能好一点 好 那家庭教会展示一种宗教信仰的威力 就是说在逆境当中 凡而使信徒的信仰越加坚固 并且许多不信基督教的人 透过家庭聚会的方式 人可以铲除有形的教会 接管教会所有的附属事业 却无法铲除信徒的信仰 内在的这个信仰 逼迫越圣信仰越坚 中国基督教在1949年之前 西方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得到总共不足百万的信徒 但是呢在1950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 有形的教会几乎被摧毁到零 但是呢无形的这个家庭式的教会 在不少的殉道者的鲜血 傻灌浇灌之下 在多次风暴的打击下 反倒茁壮 长大 大大的兴旺起来 另外呢 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 还有受到另外一次大逼迫 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然后文革的期间呢 从国内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真是一场火跟血的试炼 可以看到谁是真的神的仆人 然后呢谁是真的基督徒 谁是卖主卖友的犹大 所以地上有形的教会 虽然被出卖被摧毁 无形的教会在全国各地的信徒家中 不断的建立起来 准备迎接中国教会的大复兴 这次火的洗礼更表示了这一切的苦难 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属灵面貌 和内在的本质 从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当中 然后国内的基督徒学到了许多 从来以前没有学到的属灵的功课 第一他们发现苦难 跟为主受凌辱 是做主门徒不可避免的一道属灵的功课跟操练 所以中国特别它不是成功神学 它就是苦难神学 十字架的神学 那个意思是什么 他们不敢奢求说 我信了耶稣我成为主流 我发财我升官 然后我有前途 我会追求幸福 没有 他们其实一旦要决定信主 就决定背负了十字架 走的是荆棘的道路 跟苦难逼迫 他们当时就是说 每一个信主的人 或者是服侍神的人 没有被关过 没有被打过 没有被骂过 没有被折磨过 这都算不上什么 有 那个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 所以这是苦难神学 神在他们心中给他们的一个预备 第二个 国内基督徒通过了苦难 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 并且体验到神的恩典在患难中是够用的 这也是很奇妙 在苦难当中 耶和华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神没有叫他们在苦难的大海浪当中灭顶 反倒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拯救 虽然宰福宰臣 但是总是让他们可以生存 第三个 苦难使中国的信徒体会到 何谓与主一同受苦 同死然后经历同复活 所以他们更深地感受到在苦难当中 主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天天陪伴他们 应许跟我们同在的那一位救主 所以他们经历过同死同活 然后同复活 第四个 中国基督徒发现苦难乃是信心的属灵学院 因此文革的苦难是中国这个大陆的信徒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更新 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中国教会复兴的一个基本功 基本条件 基本动作 真的 在大复兴当中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承接神的大能大力 他是一方面要能够抵抗得了黑暗的权势 魔鬼撒旦的攻击 还有世俗的引诱 还有世界上所来的逼迫跟搅扰攻击 所以这个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第三次的大复兴 就是很奇妙的 这个我特别要讲到 有一个东西叫做中国手抄本圣经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看过 在博物馆或展览馆或许有 就是说 当时他们抄家所有的圣经都没收用火烧 所以到最后只剩下仅有的一本 在聚会典里面 有的是一本两本 硕果仅存 那他们怎么办呢 就把这一本圣经呢 拿起来拆开来 因为分散风险嘛 所以呢 66卷书 每个人分一部分这样子 然后分开来了以后 你保存创世记 他保存除埃及记 你保存约翰福音 他保存马太福音这样子 然后呢 保存了以后呢 他们日以继夜的读 日以继夜的背 因为甚至 即便是拆开来的小小薄薄的一本 也很有可能被收走 所以在还没有收走以前 把神的话吃进去吞下去 背下去 甚至有的他们受教育不高 但是他们那种爱主热心火热 渴慕神的话 真的是叫他们把神的话当成至宝 好 所以那个时候很有趣喔 大家背下来了以后呢 那在经过的一次两次的运动以后 到最后全部圣经都没有了 但是圣经跑去哪里了 都在人的脑袋里面 都在心里面 都在写在心板上 那个心里面 脑海里面的圣经是挖不掉的 是挪不走的 是洗脑洗不掉的 就印在我们的心板上 所以那个时候聚会的时候 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候 甚至你可以想象喔 讲到的时候讲到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 某某弟兄马太福音就站起来背 那我们今天现在读生命记 生命记就站起来背 那哇 如果今天要读约翰福音 哇 很抱歉约翰福音今天没有来 请假了 是 所以大家都得到 大家都得背 大家都把神的话记下来 然后等到风声不那么紧的时候 赶快凭着记忆还新鲜的时候 一丝 就是说一丝不苟的 一字不漏的 就把圣经死记 死背的那个又把它抄写出来了 又把它还原出来 所以大家呢 又把圣经给背下来 然后又把它拼拼凑凑 又拼成六十六卷书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 哇这样子的一本圣经上面 所用的纸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人操 字机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那个大小也不一样 它是拼凑起来成为一本 完整的圣经 那上面呢 有的是流汗 有的是流泪 然后甚至是有血迹斑斑 有的是受伤的时候 但是他们总而言之 就把它写起来了 这样子拼拼凑凑到一本 血迹斑斑泪痕不满的 松果手抄本圣经 可以见证了那一个时代的 的中国的信徒 他们对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爱慕 何等的 这完全的信心的依靠 跟就是看为这是世上唯一 不可缺少的自保 所以他们用生命的代价 去在神的话里面打滚 在神的话里面去浸泡 在神的话里面 整个完全用生命去 去承载 去凝结 好像那个 你的那个心血的结晶 跟神的话整个融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这个手抄本圣经上面 有多少中国信徒的生命 爱主的血泪在里面 所以当你看到他们那么爱神的话的时候 神怜悯他们 神看到有这么爱他的儿女们 渴慕他 当然神也会受感动 也会受感动 所以很奇妙 今天我们的圣经何其多 圣经版本何其多 今天我们就是不够时间读 神的话很多 我们没有那个生命 没有那个时间来 好好的用心的来背 来记 来读 来思想 如果与其这样 我还倒不如说 我们现在所有的丰富 全部拿光 拿到只剩下最后神的话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会更珍惜 更爱惜神的话 真的 你尊重神 你看重神 每一次在历史上的大复兴 都是因为看重神的话 神对我们说话 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大能 以至于让人按照神的话来走 来做 来活的时候 很奇妙 跟神吻合的时候 好像那个音乐产生共鸣的时候 那个神的灵运行激动感动 在人的生命的时候 人就奋行起来了 所以呢 很奇妙 这是中国第三次 第三次的大复兴 基督教的家 家庭教会呢 在1970年代的初期 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大复兴 无论是沿海区域的 或者是内陆的农村 然后呢 信徒的人数大大的增加 比解放 或者是说 比沦陷以前 比1949年前 更超出了数倍以上 所以最早 1949年前 中国的基督主持有100万 80万到100万上下 但是呢 到了1970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 20年过了之后 第三波的大复兴来的时候 经过很多的运动 考验之后 苦难之后 他们好像已经预备好了 来承接更大的复兴 所以呢这些地区的家庭教会 可以形成组织网络有计划的 来开展各项事工 步道培训文字工作 步入70年代 中国基督教的复兴运动 在全国普遍开展 不少地区产生 整个生产队 整个公社全体归信 耶稣基督的局面 农村信徒的人数激增 然后呢 年轻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当中 信徒的比例大大的提高 甚至连共产党员干部 都成为基督徒的例子 也经常出现 那我有一次在温州 然后做培训 那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怕 有公安 然后 因为怕他取缔啊 或者是 抓到有黑名单 逼迫你啊 或者是驱逐你 驱赶你 但是呢 有个弟兄呢 长得高高大大快快快的 他带着我奔波在几个不同的培训点 走动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跟在他后面走 这老兄啊 这个人行道不走都走大马路 汽车看过他摩托车都要绕过他 我就觉得好奇怪 我说 弟兄我们走旁边啊 他说没事没事没事跟着我啊这样 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啊 那我就问他说 诶 那你是搞什么或干哪一行的 然后呢 他的回答 让我吓一大跳 他说我是 我是公安 哇 我说公安在帮一个海外牧师带路啊 去培训点去传福音布道啊 那怎么可能啊 那他说 因为啊 我以前呢是不姓祖的 但是呢我年纪轻轻呢 两个大腿的关节 通通那个损毁 所以呢 握病在床 半身瘫痪 然后找任何的医生来都医不了 那 后来就是有基督徒来为我按手祷告 很奇妙 祷告之后呢 那个关节好起来了 所以我起来现在行动自在了 那我我无法推诿 我无法否认耶稣基督就是真神 他就是最伟大的医生 好歹他把我给治好了 所以我这条命是他捡的 我的人生我的前途是他所给我的 我现在活着呢 就他说我天天从早到晚啊 就是在搞新耶稣的啊 就是在搞这个教会啊 那他说早上去签个道 好之后呢 就开始在服事教会到下班再去签个退 好这样 他其实都在服事 都在服事教会 哇我听了觉得好奇妙好奇妙 而且当时啊 我听到那个 在中国的这些信徒他们跟我讲 他们最高峰的时候 最高峰的时候 大复兴的时候啊 他们去到一个地方 随走随传 人多就建立教会 人多就建立聚会点 然后甚至呢 一个月当中 一个月当中 可以建立到三十间的教会 哇 我们现在建立一个教会要多久啊 他是一天一间 一天一间 一天一间 随走随走 而且并不是说有很高深的知识 在神的大能大力工作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到有一个农村啊 那有人去传福音 然后几间房子之外 有一家人就闹鬼 闹鬼了 闹得很凶 鬼赶不出去 吓得要命 所以他们就听说有基督徒 来了就请他们来 赶鬼 基督徒一来奉主 一祷告 鬼就离开人 就清醒 这一家就得释放 好 然后他们就开始信主 感谢主 这一家鬼主了 结果这鬼出去了 不甘愿又跳到隔壁家里面去 那一家又闹鬼了 所以呢他们 一一一一一 一听说基督徒在隔壁家 所做的奇妙的事 就赶快来请他们再到另外一家去赶鬼 一赶那个鬼又跑了 这一家人又得救了 那这样两家人信主 对不对 但是呢第三天就全村都信主了 为什么 一传十十传百说 如果不信主 鬼会跳到你家去 与其鬼来了再去赶鬼 还不如现在先信主 先信主就保平安 全村的人一夜之间都信主了 马上变成一个全村归主 就这样一个教会又起来了 哇 那个神迹其实很多 所以他说连动物死了 暗所祷告 家畜啊牛啊猪啊还可以活起来 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 所以说当时他们就是说操练 好像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讲 就是说有神迹其实随着他们 跟见证他们所传的道 所以虽然没有神学院 没有很长时间的学习 但是呢就是那么样的真实 那么样的大耳有能力 而且神呼召人起来服侍神 他们都是高高兴兴的 欢喜快乐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 所以当时呢所得到的这个数据 教会早期的复兴运动集中在 华东华南沿海一带 及华中的中原地区 在偏远的东北西北西南地区 基督徒的数目比1949年前后增加数倍 聚会内容包括布道栽培医病赶鬼 据说神迹奇事十分普遍 同样的在广东省也出现了教会复兴的景象 然后呢据温州某家庭教会的信徒透露 教会在1970到72年间出现大复兴 两三年当中 无论在城市农村福音广传聚会点激增 城市市郊的聚会点接近六百多个 小型的有六七十个人聚会 大的两三百人甚至有一千人以上 然后呢甚至他们用很多的农地工厂 然后在大房子里院子外搭起帐篷棚架 盖上塑料布以供聚会 据全世信徒有四万五万人当之间 所以呢论到国内基督教的大复兴 不能不提在华中地区的河南省 1970到71年当中 开始教会大量的增长 73、74年出现当地人所谓的信耶稣的风潮 差不多每一个大队都有人聚会 有好几百人参加 所谓的大队就是生产队、农耕队 也不少有五十多人 河南省的抹山沟生产队的数十户人家 四户不是其他全是信耶稣 生产队的队员中 几乎六百多户当中 几乎全部都是信主的 他们呢很奇妙喔 他们在耕作以前 插秧交灌到收成 他们说先祷告 然后呢一经过祷告 他们农田里面生产量 经常灌于临村 数个县 所以呢这个 真实到他不可 不可能不信 家庭教会的复兴运动 不是突然而到 是经过一个重建的阶段后 才得以发展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很多的 我们说在 他们说在神的感动下 有一些是传道人 平信徒 以游行步道的方式 随走随传建立聚会点 他们到处建立聚会点 就是开始祷告 读经 唱诗歌 那诗歌自己写 祷告呢 自己讲 然后呢 圣经经文呢 就背起来 这样子 所以 真的是很奇妙 那 嗯 他们 这个 从不同的访问的数据显示出来 浙江河南 山东 陕西 都曾经发生在聚会当中 好像五旬节圣灵的大交灌 的现象 然后 圣经论道的各种属灵的恩赐 普遍的发生 医病赶鬼的特别多 从无数的个人见证中 看到神迹 谁己意 在初信者 未信者当中 行 行中遍布全国各地传道 很多亲口见证 我们这儿的神迹奇事 天天发生 好像是家常便饭 所以呢 这个是 第三波的大复兴 然后呢 这个 大复兴 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 第四次的大复兴 不过第三次的大复兴 我们可以看到 从 从宋上节之后埋下去的火种 再经过 许多的苦难的逼迫 之后呢 再下一个 就是大复兴 从 看中神的话 产生 神的能力的运行 大复兴 然后我们再来看 到1979年初 就是经过十年后 70年初起到80年初起 产生的下一波的一个大复兴 这是在79年初 从温州开始产生另外一波的大复兴 那这一波的大复兴 真的是很奇妙 这一波的大复兴是从祷告产生的很大的一个动力的一个复兴 1979年初 温州的几位老信徒 他们感受到当时的逼迫来 然后逼迫风声很紧的时候 他们呢 没有地方祷告 连祷告的地方都没有 为什么 你祷告的时候 隔墙有耳 有人在监督 有人在看 如果你祷告 有人去检举 你就被抓被打 所以他们苦啊苦啊想祷告 但是呢不能大声祷告 不能自由的祷告 不能释放的祷告 所以他们就做暗号 在这个温州有一条江 江面很宽 叫欧江 所以他们约好了 晚上夜深人静 大家从四面八方 把那个船滑出去 小船滑出去 滑到江心 把船绑在一起 大家集中在那个地方江心 四面八方 离岸边很远的地方听不到 他们就在那边猛烈的祷告 大声的祷告 尽情的祷告 潜心徒意的祷告 释放的祷告 主啊 你怜悯我主啊 主啊 你释放 你拯救我们主啊 他们为着所有一切 他们所能想到的需要来祷告 就在他们的祷告当中啊 你知道很奇妙 他们祷告 在那个江心的祷告 然后几乎不停息的祷告 这样轮班的守望 祷告 然后借着游行步道的这个联系交通 网络把这个 所以就在他们祷告祷告祷告 这个过程当中 复兴的火就从天上 这样实实在在 扎扎实实在 砰的下来了 下来了以后 从温州就开始焚烧起来 哇 真的是很奇妙 温州就是那个时候信族的人 成群结队的 所以温州曾经被称为是 中国大陆的耶路撒冷 中国大陆的 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 结果那个小小的渔村 就温州人信主 信主很多 所以很奇妙 就像圣经讲的 谁以哪一个国仪 耶和华为神的神就祝福他们 所以温州人 从一个小小渔村 后来很奇妙 他们做什么都发财 他们最起先呢 是加工那个小小的纽扣 这个纽扣 然后做做这个纽扣 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 后来这个纽扣销到全中国 后来这个纽扣还接外销的单销到全世界 变成纽扣中心 之后呢他们做什么 做打火机 小小打火机 一做做做做做做 也是做到了全世界 然后再来呢 他们还做皮鞋 做做做做做做 温州皮鞋满天下 然后呢做到外销 很奇妙喔 他们的生意一做起来的以后 他们的温州的商人就 就生意做到全中国 所有所到的地方 也把教会建出去了 也把福音传出去了 而且所有出去就产生复兴 所以从温州的这个大复兴 祷告的大复兴出去 今天有多少时候 我们愿意这样祷告 我们自由的可以祷告 我们不祷告 你看人家没有办法祷告 要逃到那个欧江的江心里面 在半夜当中 向神大大的祷告 我们今天光天化日之下 你可以祷告 没有人用你祷告 死去真正的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 彻夜惊醒 向着神祷告 难怪神复兴 你看中神的话 神复兴你 你看中神的灵 神复兴你 所以很奇妙 那个时候复兴的火 就烧到全中国 河南省数百多个县 是信徒做一个统计 超过两百多万 甚至呢 估计光在河南省 就一千万的基督徒 除了河南省 山东浙江福建 然后增长很快 在偏远的地区 基督人数大大的增加 云南省的那个立族 瓦族苗族 谨破族大多数信基督教 少数民族以前都是拜偶像的 全数归族 当时估计中国的信徒总数 已经从1949年的那一百万 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增长到三千万到五千万 然后呢 这个不是他们自己讲的 乃是中国的官方政府统计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保守的统计 所以呢 从70年的第三波大复兴 到80年的第四波的大复兴 所以到三千万四千万 然后到90年初期的时候 是有四千万 到97 98年那个时候有七千万八千万 然后到两千年过后就上亿了 到现在也接近一千万的基督徒在中国 国内一位牧者表示 现在中国教会最缺乏的不是圣经 不是教堂 而是传道人 教会可以用手抄本 教堂可以用院子来代替 但是传道人的生命 没有办法 马上的瞬间的成长 有人十分热心 但是呢 根基不足 没有人牧养 就走上错路 所以呢 大家非常火热 教会急速的膨胀 当然异端也很多 所以呢 中国产生了一大批熬熬带谱的 属灵的儿女 或者是说神学院当中 所要面对的学生对象 我们是要教导的对象 那我之前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有讲到 所有的教材在香港预备好了 所有的教师在台湾预备好了 所以呢 我想将来的三国 不是说三个国啦 就好像三国字一样 九合必分 九分必合 这样子 当香港回归了 台湾跟中国互通了之后呢 很奇妙 人员到齐 教材到齐 资源到齐 然后海外的华侨现在有七千万八千万 他们把全世界上的这个很多的资源送回到中国 光是中国出去外面海外的这一些工作的移民 或者是他们把钱往家乡送 光是一年都好几百亿的美金 所以整个中国的外汇存底一直往上爬 成为全世界上外汇存底第一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神在大复兴当中在预备预备这个民族 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很奇妙很奇妙 那这个教会的复兴 在1992年呢 就已经大概的六千万七千万 然后到2007年 就已经上升到一亿一千万的人口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有百倍的增长 那我这个手头上 我这个地方呢 这一份的报纸呢 这个是我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 10月份 2008年的10月份 我在中国的时候 这是一份中国的温州商报 温州商报 他这边讲到说 温州光这个地区 就是在1978年那个时候 就是在大复兴之前 中国大复兴以前 那个时候在温州 整个地区一整年的生产 是13.2亿人民币 整个温州地区喔 但是经过了大复兴 但是这个是商报啊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报纸 所以他说很奇妙 当大复兴的时候 也就是中国开始进入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 同时间的很奇妙 人一信耶稣政策就开始改变了 所以很奇妙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从13.2亿到今天30年之后 变成2145亿人民呢 生产的总值 一年一个人生产238元 到现在是28000元 总共有120倍的增长 财政的收入 市政府是1.3亿 现在是293亿 所以呢 当时人民的储蓄是8块 现在是24000 是3000倍的增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整个很多的数据 可以看到 从他们信主 从他们复兴 神就大大的在祝福他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看到大复兴 从旧约的圣经 新约的圣经 一直到西方的 西方的大复兴 到东方的大复兴 都是一样的 谁看中神 神就看中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福神 谢谢你 让我们看到在大复兴当中 神所看中的 都是一样的 就是谁看中神 谁渴慕主 谁向神大大的张口 神就大大的充满 今天神的话语 充满了遍地 但是人的心能够装多少 人的渴慕有多少 人的饥渴慕有多少 难怪今天是知识充满 但是却不复兴 求神帮助我们 若是你许可 真的把所有的一切拿走 但是让我们 唯一在耶稣基督里面丰富 那就是我们灵命上面最大的祝福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敬拜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心 我们的生活被许多世俗的东西所引诱 分心 被许多的试探引诱所充斥 主啊今天恨不得 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主 主啊当我们透过读经 透过祷告 透过渴慕 透过用生命的代价 来换取 来摆上 来追求的时候 主你要厌重我们 我们有资格 我们配得 我们的生命 经过了修剪以后 能够为主更多的结果子 我们必要在你的手中复兴起来 而且在我们的复兴当中 要拉拔 要带动 我们所在的教会 团契 我们的周遭 我们的社区 整个复兴起来 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 在复兴的一个光照跟提醒里面 来学习这个复兴所需要 所必要具备的功课 属灵的功课 主啊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建立我们 仰望主祷告奉靠住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